差出真相 话说的哽咽 吴先生每天接送女儿到公司上班 二十五号清晨这趟路 却是妇女俩的最后一面 二十五岁无幸罹难者 是意外中最年轻的台籍员工 家属第一时间赶到工厂目睹 活紧灾难只希望能求得真相 事件中深雇的还有四十一岁鲁姓员工 罹难的鲁姓员工 家住彰化田中三合院 是家里三个孩子排行最小的 儿子只是出门上班 老父亲在接到消息 却是通知赶快到医院 见最后一面 莲花石品张画场大火 清明罹难的员工有三人 来自菲律宾 另外四名台籍从业人员 包括吴姓与卢姓员工 四十四岁的谢姓员工 以及四十五岁的谢姓员工 再过三个星期就要过母亲节了 食品厂员工在意外中上升 让各自家庭破碎悲痛 家属善后之际 也希望业者能给真相与交代 三雷兄张画纵报导